另外一個大家關注就是聯儲局 連續兩天,鮑威爾其實也有說話 昨晚也重新說3月會加息0.25厘 有機會 又說不惜一切穩定物價 必要的時候會多次加息 你又如何解釋到市場其實 將這個去講的言論是示威 利好還是利淡呢? 前晚就利好 今晚就利淡 沒錯 因為前晚他明顯告訴大家 3月份現在25點 叫做一來清晰市場 二來就掃除過程 因為有些人覺得會加50點的看法 這個前晚就是利好 所以股市就夾不上去 但是昨晚雖然也有重新這一點 但是之後也有包多幾句 其實一向都是這樣的 比較大包圍一些 或者是打底 所以說之後也不排除 繼續加強一點 所以這些因素 都令到市場再壓下來 因為始終如果你真的又是重新是加強一點的 就是可能維持之前 可能七次或者再每次又力度大一點的時間 那也是解讀為偏鷹一點 所以自然的市場是有一些壓力在 其實我覺得現在你猜 儲局加息的動作其實是難猜的 因為當然本身你說儲局如果真是根據正常的獨立性來說 應該就不會受現在這一刻那些什麼烏鵝啊 或者那個美股塌去影響的 反而大家都知道兩個指標而已 通脹和就業數據 那如果你說通脹都這麼高 就業數據又相對是不斷改善 也不是說是差的 其實絕對需要是加息 或者那個力度上是需要加大一點點的 那還有就是之前都說了 始終你去到年尾又有個中期選舉 都比較少機會在中期選舉前 會特別大一些息口上的動作 雖然都是那一句啦 就是儲局雖然要保持獨立性啦 但是大家都知道不是的啦 那所以如果以回過去這樣看呢 其實說真的比較大機會 真的要投一這一兩次 比如可能三月這一次 或者五月那一次呢 是加大力一點點 起碼使得通脹有一點反應是壓低一點 雖然過去都說了 通脹這次形成不只是需求問題 供應很大問題 那但是起碼都如果透過加息 可以按到水頭那邊呢 那其實起碼都有一些效果啦 叫做一些東西啦 那但是如果你說這一刻 真的因為回污惡因素 而又減回 就是去回加25點的 其實就我覺得令到儲局那個獨立性啊 通常就更加 就是差一點啦 還有始終反過來想就是你這一刻污惡的問題 所以可能他們會憂慮點就是影響經濟 那所以就不敢加那麼厲害 那但是那個問題就是 你這個污惡因素之下大家都知道 剛才也提到的就是譬如說那些油啊 那些商品啊其實扯得很急的 那特別有加 那你升那麼高的時間 那通脹自然又是浪得比較厲害的了 那你通脹勁其實理論上要加多些息的 那所以現在我想儲局的角色有點尷尬 究竟加碼不加呢 加得太厲害呢 就是有經濟影響經濟 就是那個經濟增長的訪問 但是不加呢 那通脹就不斷扯上來 那所以越來越多 真的在說滯漲這個因素了 所以令到現在有點尷尬了 所以我想你說 猜猜儲局加息那件事呢 難的 我覺得可能真的要 現在你暫時信著25點第一次了 那但是我想看著幾件事了 一來真的如果到時 三月份加完這一刻之後 究竟看看那一刻污惡的事件 叫做是解決到沒有了 如果你說能夠解決到 而慢慢真的只是 focus在可能美國經濟 或者是那個就業通脹的話 那我覺得就會是慢慢正常化一些的 但是如果你說繼續搞得比較久 會令到加息這個因素 都會亂了一些 那自然我想對那個 就是股票市場好 或者甚至債市都好 其實會比較波動性大一些